第35题 画有实质记号的白纸上至于锥形屏 屏底中心对准实质 经在锥形屏里加入一定量的流带硫酸钠溶液及盐酸 一边用手轻轻摇动锥形屏 一边开始计时 只至屏中的溶液颜色恰可遮住白纸的实质为止 实验的记录结果如副表 副图是将时间的导数对温度所谓的曲线图 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关于这个实验我们知道 流带硫酸钠加盐酸会产生黄色流沉淀 而我们就是因为黄色流沉淀来遮住实质的 所以选项A说 本实验的平底实质是被二氧化硫 成遮住的是不对的 二氧化硫是气体 它不会遮住实质 同时呢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都是让我们的沉淀可以遮住实质 所以我们的沉淀量是固定的 所以选项C说 适适的停止的计则的瞬间 遮住实质的产物的量分别是WXYZ 则WXYZ 这个是错的 应该是全部都相等 然后我们从 因为我们是沉淀量是定值 所以在记录了时间 所以在这里代表反应的快慢的是 时间的导数 就像大家都跑100公尺 花的时间越短的 表示跑的越快的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温度高反应会比较快 温度低反应会比较慢 我们可以从图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选项B说 我们降低温度呢 可以使反应在短时间的完成 这个也是错的 那么只剩下了选项株 它说我们在45度C的时候 时间是几秒 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 我们在那个30度C的时候呢 是花的是40秒 40度C的时候是花了30秒 50度C的时候是花了14秒 所以45度C应该是时间 应该是借在30秒跟14秒之间 那因此是有可能是20秒的 我们不能够确定是不是20秒 但是有可能是20秒 所以我们答案选珠 所以第三十五题问我们说 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珠 是由温度与反应速率曲线图推球 当温度为45度C的时候 遮住追寻名利所需要时间 是为20秒钟 那么关于这个答案呢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图上面的45度 去撞 算过来去看 它是几秒钟 发现是0.05 所以时间的导数是0.05 表示时间是20秒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之前是用 感觉的是用比较的方法知道 它要回20秒 接下来我告诉你说 我们从图上面去推算 就可以知道 它要花的是20秒 所以我们第三十五题呢 答案选的是珠